朋友们,虽然你们都说我跟大方媳妇很恩爱 但是我们也吵架 没离婚主要因为俺家吵完架 有局委会大妈来管事 前两天,我正在福建出产 我录的节目也不用拿手机 我这边的台上还欠灯跟人家比个人 一下场失一个未接来电 早打放学妹儿姐 老师给谁打电话都答不通 孩子在校车点等了十多分钟 最后老师没办法 校车又把她拉回到了学校 那大方媳妇是因为什么千军一发的燃眉之急给当务了呢 别说你们,就是编剧才也想不到 人家做棉花糖呢,做进去了 新买的棉花糖集,谈棉花,谈投入了 忘记了时间,她是这么解释的 早打说谁谁的妈妈接她放学时候 拿了一个自己做的棉花糖 早打也要,大方媳妇就答应女儿了 说明天爸去接你的时候 给你谈一个比我脑子还大的棉花糖 第二天,人家确实说到做到 孩子在校车点等着呢 那棉花糖确实比脑子还大 脑子没了,棉花糖含出来了 孩子没解 所以昨天我回家,我进屋我就吵得喊 我说我见到一早上爬起,我就坐飞机回来 我当天到哪一口饭我都没吃 所以你赶紧回来,因为啥,因为你不靠谱 这么多年了,跟我爸出去玩 把我爸辣椒肉账了 接咱俩让棉花糖勾演了 接渣鞋,骑老头乐骑孩子 你骑个老头乐骑故宫去了,你都 像个道别照片儿似的,你说你 亏迷你还叫揭秘 你这么多年,你接着谁了,你揭秘了 揭秘了 然后我就不跟他说话了 这孩子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阵仗 绝会大妈出手了 你在这儿,你要不要 爹,跟他说对不起 对不起 跟你说 我跟他说对不起啊 我做做啥的呀 我平常对不起啊 嗯 对啊,他平常说对不起啊 你又让他说对不起 嗯 你哪做的不好 我不该说啊,迷花糖 没看时间,姐姐姐就知道了 那你恰恰还迟到吗 不会了 他说他下次不知道啊 你也哪做的不好 我哪,我就不应该找他 你下次还找他吗 不找,不找 他说他下次不找你了 你俩握个手吧 握个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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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活该 你活该 晚上聚会铁神,又来我屋,跟我谈心了 你爸老是这么生气,你说你爸烦人吗 烦人 咱也让他生气 于是我们开启了复仇计划 第二天大方媳妇有个例行体检 需要带上她的工作账 居住账来证明她的身份 在张拿铁的指导下 我们在档案袋里做了一些手脚 更改了大方媳妇的身份 大方媳妇体检完,我们都跟着等着呢 我问他,你体检了吗 他说,当然没有 有人把我的居住账换成了毛毛狗账 狗账 医生让我出事身份证件,我出事了 医生说我不能在这体检 我问医生因为我是外国人吗